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郭声昆掌管着中共的警察系统 他是习近平在党内敌对势力的重要成员 2012年12月 郭声昆进入警察系统出任中共公安部部长 2017年10月升任中共政法委书记 成为中共整套警察系统的最高领导者 警察系统又被称为刀靶子 他在中共党内动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日前落马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 是郭声昆在野精系统的旧部 7月28日 中纪委发布了一个极为简短的公告称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正在被审查调查 肖亚庆是近几年在习近平反腐打虎行动中 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 郭声昆进入警察系统之前 有过长期在野精系统任职的履历 自1998年以来 他先后出任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 中共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中国旅业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 总裁 直到2004年4月 郭声昆转任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2007年11月升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成为当地全市最大的地方官 肖亚庆1982年进入野精系统 最初在基层任职 到2003年10月升任中国旅业公司副总经理 第二年成为总经理监督市长 行政总裁等职 肖亚庆是郭声昆在野精系统内的旧部亲信 而且郭声昆在广西当政8年 到2012年12月调入中央出任中共公安部部长时 他已在当地官场辨职党羽 在肖亚庆落马的同时 郭声昆主政过的广西公安系统 也出现重大人事变动 7月28日 广西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自治区副主席周成芳被免职 接替他职务的林志峰 来自习近平派系的浙江省官僚系统 至此郭声昆的发起之地野精系统 以及其长期当政之地广西官场 皆出现不利于他的异常事件 有知名评论人士指出 根据以往的惯例 大老虎落马前先是打掉大老虎的周边人员 所以肖亚庆的落马 很可能是习近平当局在针对郭声昆 而且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共在每届领导人上台前后 都有政治局委员落马的情况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近日展开亚洲行程 虽然官方公看的目的地并未包括台湾 但依然引发中美双方隔空校正 而且军队也加入冲突准备 但联合早报引述台媒消息 佩洛西可能以技术性转机方式 降低访台规格 避免引发冲突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31日表示 佩洛西可能是想用私人身份访台 降低挑衅意义 台湾媒体31日引述消显示报道 佩洛西在结束马来西亚行程后 会续城前往日本和韩国 中间最有可能抵达台湾访问的时机 时间点估计会落在8月2日与3日 联合早报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 荣誉教授陈一新的分析 佩洛西可能以技术性转机方式降低访台规格 现在中美都不希望佩洛西访台事件升起为冲突 如果佩洛西成行访问得低调进行 为北京保留面子 他可能踏上红线但不能踏破红线 这要非常艺术的处理 对此胡锡进也在31日微博发文表示 佩洛西有可能想做一个姿态 台湾不是我的访问目的地之一 我即使去也是中庭 或者是有私人身份去以此降低他访问台湾的挑衅意义 报道认为 中美领导人在佩洛西访台消息盛传后 仍在28日举行通话 前世双方都在斗而求不破 彼此都不希望佩洛西访台事件导致双方沟通破局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即将展开的亚洲形 是否纳入台湾备受国际关注 纽约时报分析指出佩洛西计划访台加剧美中紧张关键因素有四个 而这些原因都与台湾是中共重要政治指标 佩洛西长期与中共关系僵硬 以及美国政府态度暧昧有关 第一 台湾是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政治指标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比他的前任们都清楚 两岸统一是他任期内的首要目标 而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 也将在秋季的重要会议上对国内外展示其强大形象 尤其是在台湾议题上 然而习近平将在何时对台湾采取行动 仍有待以后做出决定 因此报道认为这应该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计划 因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奥福霍尔特指出 虽然中共很希望台湾回归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希望展开血战摧毁中国经济 第二佩洛西与中共关系僵硬 佩洛西长期以来毫不掩饰他对中共的立场 因此这位众议院议长一直都被中共视为敌对关系 1991年佩洛西在中国爆发六次事件后 首度造访天安门 并在数位国会议员和记者的陪同下合影 然而佩洛西在拍照前却展开了一条横幅 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之劣势 导致佩洛西一行人遭到短暂拘留并被驱逐出境 另外佩洛西也是西藏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权利的兼地支持者 甚至还曾在2015年前往西藏首府拉萨访问 佩洛西访台的行程让中共如坐针毡 佩洛西的举动也吸引了不少原本与民主党敌对的议员 与他站在一边 其中就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防部长艾斯珀 第三台湾是美中关系的单一引爆点 近年来中共侵入台湾海域的次数愈发的频繁 还不时派出军机进入台湾领空 促使台湾战机必须实施戒备 以便在特殊情况可以紧急升空 尽管拜登此前曾说 美国愿在中共犯台之时动用武力保卫台湾 但有分析家却认为 中共的军事能力早已发展到美国无法想去的地步 第四台湾是华府的政治雷区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两岸议题采取模糊策略 即承认中方的一中政策 但同时又不承认台湾是起一部分的立场 虽然拜登上任以后曾三次声称 美国将部署武力帮助台湾对抗中共入侵 但华府始终在援台一世 含糊其词 有位时报认为 佩洛西此次擅自决定访台 造成总统拜登处于尴尬的处境 让美国政府陷入两难 但是给中共的刺激却是巨大的 红遍中国网络短片二舅被指 为中共官方刻意传播的宣传片 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二舅短片有多处涉及造假 其中主角二舅并非被赤脚医生误诊致残 而是本身患有小儿麻痹 早已获得残疾症 且他是妻子而并非作者本人的二舅 由于二舅一篇涉及造假的消息越传越广 据中国网友反映播放此片的中国影音平台 哔哩哔哩首页 约自昨天深夜起就已经看不到二舅这部短片 网路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骂声 被戏称为二舅翻车了 这部全称回村三天 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短片中的主角二舅居住地 日前已经被红星新闻找到 并采访到当地的政干部 这名政干部直指 短片跟掌握的情况有出入 下辖村干部正在掌握他的真实情况 在短片中制作者唐浩在旁败中提到 二舅的残疾症不知何故就是办不下来 但政干部表示 二舅的残疾症当年已经办下来了 系统显示1990年就已经有症了 短片制作者发出的东西 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不一样 目前我们也在一一核实 这名政干部更表示 村干部也和二舅家属联系 且二舅出名后到现在一直在争取联系 但是人家就是说为了不被打扰 此外唐浩在篇中提到 二舅当年被卫生院的赤脚医生 打错针导致瘸腿 但当年曾为二舅诊治的 当地卫生院前院长受访时表示 指二舅本身罹患小儿麻痹 并非因为打针所致 且报道指出 根据实地了解得知 二舅的母亲并非如篇中所说 由二舅一人独立抚养 而是由五个兄弟姐妹一起抚养 政干部因此表示 这部短片多少有点别的元素参合进去 他发出去的所有东西 有些巨子之类和我们掌握的情况不一样 更有甚者 据二舅的邻居透露 二舅短片的作者唐浩 并非他的外甥 而是他的外甥女婿 也就是说 偏重的二舅 其实是唐浩妻子的二舅 而并非作者的二舅 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对于二舅的一切 作者也是从认识妻子后才了解的 先从红星新闻报道 有中国网友 首先踢爆二舅影片中的文案 实际上是抄袭湖南省岳阳县一名 中学老师吴彪华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是二舅 且曾在2021年时被选入 岳阳市高三语文模拟考的阅读检测题 有网友调侃 这次中共精心营造的渔民宣传 又一次破产了 前呼万唤万媒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漫威的报道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媒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媒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请再会